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 当我们重温梁启超先生为北师大学子 提写的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们尤其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而面向未来 我们就有了更加强大的信心 我们要做好 更好地做好 人才的培养工作 因为人是第一因素 希望大家在教学和科研方面 能够取得创新 能够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做无复今日 我希望我们北师大的学子们 珍惜时间 无复今日 无复今日就是珍惜现在 珍惜今天 珍惜今天的每一刻 每一秒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学校 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成才 让我们从年轻的时候 就来学习积累 然后当我们成熟的时候 我们再去培养下一代 就是一个传承 学为人师 行为师范 每次看到这几个字都感动不已 因为我知道在这所学校里 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老师 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践行着八个字 每代人的今日不同 只要能实现自我价值 开心而充实地活着 就算是不复今日 百年师大是一位老者 不复时代 祝母校 一百二十周年 生日快乐 在我看来 谦逊 质朴 就是北斯大传统的底色 为其谦逊 方能尊重科学 敬畏规律 为其质朴 才能求真务实 不图虚名 同学们 让我们秉承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的校训 严谨自学 正直为人 无复今日就是 无惠选择 珍惜今朝 不忘初心 不曾徘徊的方向 从未驻足的远方 一步一个脚印 创造了昨日辉煌 也将成就 明天的光芒 无复今日 对我们每个老师来说 就是每天的情情谈恳 每天不断地进步 每天不断地努力 工程不必在我 工程地地有我 我希望 本师大的青年学生 能够以 无复今日的使命 这种精神 投入到今天的学习当中 也投入到今天的社会实践当中 也投入到未来的工作之中 在建校120周年之际 我衷心祝愿母校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既不妄自费薄 也不妄自尊大 实实在在地搞好发展 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学生 让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 北十大120年 是一部光明的历史 就是我们历代的这些老师和同学们 不断地在一股奋进地 明明得度这种精神 所取得的进步 才有我们今天的规划的成绩 每个人生理意义上的青春总会过去 但是今日却一直存在 能努力 勤奋也要自由先活 每代人的今日不同 只要能实现自我价值 开心而出世的活动 我们是一百年景时的教育新疤 祝孝新的相传 在床华章 不良的未成为 不及时奋发不强 我们应当 毕庸无惧不惑地面对每个当下 在岁月的长河中 120年可能是沧海的宿 但是它包容了 多少人的青春 他们的热血 他们的呐喊 他们的奔跑 他们的希望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母校 也希望我们的学弟学妹们 能够继承传统 能够把我们国家的教育世界 培养年轻人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任务和事业 希望他们能够事业有成 由衷的祝愿祝福 北京师范大学 青春更美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任务 不一定非要干出什么 金天东地的大事 每个人做好自己 时代就好了 国家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 无论哪个时代 好好学习 好好工作 好好为祖国贡献力量 就是无复即日 各位